老杨到处说 8月21号 我们星期六北京时间中午12点到1点 再做一次直播互动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我们不见不散 好 今天这个日子也有点特别 是8月19号 苏联解体 苏共解体30年 从今天发生30年前 有30年了 这只发生在1991年的8月19 到8月21号的苏共解体的事件 史称819事件 又从8月政变 或者1991年苏联政变 原因是苏联政府内部一些高级官员 企图废除 戈尔巴乔乎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兼 苏联总统职务 并控制苏联 而最终为谁的一场政变 政变领导人呢 皆为苏共党内的强硬派成员 包括苏联的副总统 总理 国防部长 内政部长 柯格勃的这个主席 苏联国防会议副主席 都是一时之选 但是这次政变 三天就被瓦解了 很快 戈尔巴乔乎恢复权力 但是这个事情摧毁了 粉碎了戈尔巴乔乔 对苏联的这个 继续维持一个松散起地的愿望 实际上是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那个时候的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 在政变结束三天后 签署总统令 宣布 苏联共产党为非华组织 限制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 好了 很快 吹股拉朽 苏联共产党上市了 它统治苏联 74年的执政党的地位 苏联的解体 就从30年的今天开始 苏共的解体 也是从今天开始 好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 判登了新加坡国立大协 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过良田的文章 题目是片面吸取 苏共教训的后遗症 我记得在此之前 郭良平也曾经围牢 苏共30年写过 两篇类似的文章 但这一次的侧重点 不在苏共 而在中共 所以我觉得 有必要 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因为在互联网上 你根本就看不到 很快就没了 这个文章首先提出问题 中共的总结 苏共亡党亡国教训过程中的 极限性 是什么 这个极限性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中共所做的改革和调整 是不是足以 避免 重蹈苏共的辅策 那来 郭良平认为 中共江山平稳 稳定到今天 为了主要原因 是中共这个体制和优势 组织化程度很高 这实际上跟举国体制 有一点关系 就改革开放中 这个组织化程度高 的优势 发挥在经济建设 法治建设 治理环境 改善民生 应对危机之上 所谓政府的决策力 执行力很强 对于民间数据的反应 比较 灵敏 百姓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在迁徙 折夜 居住 旅游 言论等方面 有相当的 相对的自由 反腐 大德人心 再加上日益 发达的 维稳的机器 这决定了中共的江山稳定 但是呢 郭良平认为 中共制度的水平不高 尤其是在 微观的机制之上 目前中共拥有的 还是个干活的体制 而且干得是国家层面的大事 很多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 或者正在沦为扯皮的体制 西方国家长期不改革 中国就会长期拥有优势的地位 水平不高 也勉强过得去 但是 他认为 民族复兴大国崛起 要求是高水平的文明 这就需要大胆改革和创新 郭良平指出 中共尽管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 但是并没有在理论上和制度上解决路线问题 所以一直存在着 向左转 向右转的问题 当然现在可以庆幸的是 右来自右的威胁 基本排除 比如说六四那样的诉求 那样的大规模的集结 基本不可能再出现 西方期待的和平演变 也没有出现 原因 大的出现条有几条 第一 老百姓 多数老百姓对现状基本满意 国家的进步 生活的改善 爱国乐情不断的高涨 第二 西方自由主义的重重危机 是西方模式失去了对中国年轻人 以及知识阶层的吸引力 但是 整个大趋势 向左转往回走 是因为现在这个体制很容易 驾轻就熟 要往左转非常快 而且安全 好了 向左转往回走 方便 驾轻就熟 安全 但是会带来一系列的老问题 这个郭良平拉了几个问题 我们看有没有道理 第一 张冠礼贷 对于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 这些年来不再归功于对旧体制的改革 而是归功于旧体制的延续 这是向左转气候之下 一个非常明显的误判 特别是这几年 比如说强调恢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加强己律 规矩 忠诚 收权 反腐 强化市场监控 做大做强 国企 去GDP主义 重视生态环保 环境保护 加大信息 言论控制 清除西方价值观 和思想影响 扩大党组织的覆盖率 推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 这几年推广鼓励的这些东西 其实在中国经济奇迹中 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恰恰相反 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就 恰恰是在上述的这一些 不断弱化中起飞的 如果把上述的这些举措 作为制度制限的根据 他认为是偷梁换柱 张冠礼贷 不是说这些措施错了 而是说也许很有必要 但是这样的措施 跟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和是否能够继续保持 中国的竞争优势 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 所以不能够根据 这些就下结论说 我已经找到制度制限了 有意思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第二 个人崇拜 苏联的体制 苏共的体制 完全是为个人崇拜而设计的 个人崇拜 必然导致 个人专断和所有人 向上讨好的行为模式 他天生缺少对大跃进 和文革这种大灾难的垄断机制 也没有中国古代的建议机构 对皇权的那种缓冲 那监察制度 没有 反正听党的 定于尊 不准妄议 但是这一点就很危险 最高领袖 一意孤行 就可能量成民族灾难 文革的时候 毛泽东就犯这个仇 大跃进 人民公社 三面红地 也是犯这个仇 在这里面就讲 一意孤行 说皇帝要变成昏君 每个人都无计可施 绝对权力 就是执着和执迷个性的温床 郭良平感慨 他说 现代化的政治 卓越的领导人 不逼然是圣人 美国的国父们 酗酒酗奴 打架斗殴 放浪行骸 大家都知道 但是没有掩盖 他们在历史上 曾经的功绩 而且从凡人中造神 才是身败名裂的捷径 这话说的很有隐悔 苏共的体制的个人崇拜 没有被完全剔除 第三 精神原子战的概念 在一个拜金充斥的社会 重新强调精神的东西 一定会引起共鸣 但掌握精神力量的度 怎么把精神力量 跟市场经济完美的绝合 在中国今天 仍然是巨大的挑战 好了 精神原子弹 那个年代 离我们都不太远 很多人还在怀念 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然一定也记得住 他曾经造成了 诸多的重大的灾难 那样的时代 是爱争分明 走极端的年代 天天就是斗争 赶离斗争 善于斗争 以天斗 以地斗 以阶级敌人斗 全面内战 天昏地暗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艰苦奋斗到没饭吃 唱语录歌 跳中日舞 早请示晚会报 全国议员堂 一句顶一万句 政治正确 像瘟疫一样的蔓延 好了 开始出现了 结花告密 思想扭取人格残缺 到头来一枕黄梁 梦初醒 这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 十年文革和之前的执着年代 现在没有人可以保证 疯狂的朔业 不会再来 我们很显了意见的是 大批判的精神 不包容的态度 没有理性的行为 借助新媒体 借助网络暴力 还魂又回来 这是第三 第四 运动模式的回归 共产党脱胎于大革命 运动是它的第二本性 它完全认为 习惯于启动运动模式 轰轰烈烈 自上而下 群众运动 对疾风暴雨时的革命 很有效 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 但是在文和平建设期间 容易量成灾难 因为这种运动 很容易把人性 道德底线 文明积累 制度和民主法治建设 所取得的成就 一夜之间一扫而光 比如说 红卫兵的团乐 红卫兵的残暴 和对文明的摧残 使文革以后 一切都从零开始 包括最起码的礼貌 不随地土壇 不随地大小便 就道德的重整 至今还没有完成 讲到运动 郭良平说 不泄愤 不立把 就行不成运动 好了 过去有地富反外 又有资本家 还有那是 彭德怀 刘少奇 今后有谁呢 把子是谁呢 是马云吗 马化腾吗 孙大悟吗 还是其他人 建国之后 批斗的对象呢 都已经平反了 无论是地富反外 还是走之派 臭老酒 好了 但是现在运动的结果 往往不是始作俑者 期望的 众人食材火焰高的 建设性的场景 而是众人放火 冲天烧的 破坏性的局面 因为这种运动 给人性的恶 提供了堂皇的借口 和广阔的空间 而今天借助新媒体的平台 所谓的网报现象 就非常完整的 沉具了原来的这一套 灭根的东西 第五 微观统治忽必 任何政党都希望 自己的队友壮大 中国共产党 全世界人口最多 党员人数最多 但是他注意到一个现象 列宁式的政党 对社会的影响 远远超过其他 松散的党 列宁的党 组织严密 追求权力垄断 对周围的一切 有地制和排斥的作用 很适合计划经济 改革开放前的单位体制 这叫党 组织实际的微观统治 对单位的成员的控制 是全方位的 吃喝拉撒斗馆 没有单位 你就寸步难行 极大的 他认为压制了 个人的空间 和经济社会的活力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市场经济 对中共的阶层 基层组织 造成了很大冲击 党员的身份 就降为 职业之后的第二身份 有形无形中 对党组织的忠诚度 打着客 当然也因为这种弱化 相对弱化 也是经济起飞成长的前提 郭良平说 中共本来就应该围绕着 保护和进一步激发 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来设计新的组织模式 但惯性思维和对失控的焦虑 他现在是千方百计 要恢复旧的模式 所以这些年来 除了强调党的意愿化领导之外 还大力推动党组织 对经济社会的全面覆盖和渗透 包括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和民间团体 现在课外的培训机构 都要成立党支部 这就出现一个新的独特的现象 执政党的组织 渗透到任何地方 都会自然而然的 争夺权力和资源 这种旧模式的党建 很少考虑 同市场经济和企业 衔接的问题 很自然就形成对市场活力的压抑 最终可能通过 微观统治的复辟 把旧体制长期存在的僵化问题 又重新带回来 这是第五点 第六点 历史虚无主义 关于这个问题呢 中共方面片面吸收 苏共王党的教训 首先表现为 为维护党的威信 而拒绝彻底公开的清算文化大革命 躲避甚至粉饰那段历史 这两年看得很清楚 1981年官方对文革的结论强调两点 对历史决议 极左和天下大乱 而今天 中国不能乱还是底线 但是极左逐渐不提了 从薄熙来的重庆唱红打开以来 小文革的高潮 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断的广线 毛粉毛左 把文革理想化 时髦化 搬出文革的口号 理念和行为方式来当政治武器 对文革大搞历史虚无主义 有志即一套 历史的叙述 好了 不允许讨论 大搞思想灌输 粉饰甚至编造历史 一切定于尊 以官方口径和提法为准 以封杀 以为封杀不同意见 就可天下派平 郭良平说 这些东西是政治前现代化 和不成熟的表现 是对建立在自己成功实践上的理论创新 无能 无信心 无胆量 一事乎 不求上进 退缩回旧体制的舒适区 得过且过 第七 苏东坡的知一致还在 苏联东欧的一个关键事实是 他的爆发是全民性 反对的是整个体制 而不是某个人 谋向政策 实质 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反叛 并不是这样的反叛 就是对西方民主的拥抱 因为那个时候 在铁幕后的人 对西方的体制 知之甚少 郭良平的观点认为 把苏东的巨变 归纳为思想搞乱了 这是误诊 因为思想乱了 恰恰是官化一言堂的后果 长期历史虚无主义 让正统私信于民 造成了逆反心理 一旦发现官方杀访呢 就连真的得不信 把当局一怪视之为骗子 政府的公权力 公信力荡然无存 人们可能还记得 可能很多年轻人 不一定记得 在六四天安门广场上 官媒的员工 打出了横幅标语 我们杀谎了 时至今日 中共的宣传机器的惯性 使他很容易 自觉不自觉 像秀的模式回归 再起苏东的机制 而事实上点点滴滴 也已经在表现出来 第八 整个对苏东剧变 对苏联共产党解体 的历史教训 还存在一个偏差 众苏共 清中共的教训 他讲了这么多问题 这个国内文化是用点心思的 表达有点 口语化 但是呢 上述的问题 有些已经很明显了 刚入苗头 有些的潜伏出现是早晚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他发现目前的中共的体制 对左和极左 毫无抵抗力 因为目前 体制内最大的护身符 就是另左 护右 邓小平 吃斗了这个体制 的教训 才有一句著名的话 叫要警惕右 但主要防左 所以的共产党花了很大的力气 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 却刻意的或者不自觉的忘掉了自己本身的惨痛教训 他就同前苏共的保守主义不同 中共历史上主要是极左的错误 带来的灾难比苏联还要深重 不应该好了伤疤忘了痛 所以按照郭良平的说法 中共长期受困的左右之争 是因为两头都有成套的理论体系 左的也有 右的也有 而他自己呢 两边都有自己话语权的优势 但是在中间地带 缺花成熟理论带来的定力和方向感 所以呢 经常要出现互左互右 常常陷入明不正而言不顺的境地 所以呢 理论和体制创新 在此时当下建立起可靠的 对极左的防护墙 是中共要延续他的统治的当务之急 这个话 有没有道理 海外的视角 这个观察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盲点和误区 这个很值得大家一起来思考 我抛出了问题 大家一起来想一想 郭良平这三篇文章 尤其是今天发表的文章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我们怎么面对 我们怎么办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没有道理 对 我不能做 我们怎么办 有一点 有点 我们怎么办